海外游子,三五知己,细品人生见闻,畅聊潮流新知 老树邀您一起,自驾穿行,分享美食美景,共同记录这闪亮的日子 应该讲疫苗是这一次新冠疫情的解药吧 算是公认的解决方案 那么美国跟加拿大两国在施打疫苗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我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离开加拿大去了美国 在美国待了三个月 这期间正好是疫苗开始普遍施打的时候 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 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 他只可以最开始还是给年龄相对比较大的人可以注射疫苗 各个社区需要预约 后来呢从六十几岁的年龄段就降到了四十几岁的人可以打 在三月三十号的时候 我应该是在提前一天三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哎你可以去打疫苗了 我说我不是美国人 我是加拿大人 我可以去打吗 他说可以 没有限制 而且现在是只要去排队就好了 排队就能打 所以我三月二十九号的晚上我就跑到了奥兰多这边的有一个 Valentia College 这边有一个学校 是一个很大的疫苗施打的一个施打站 我就去到那边 我开车过去的 我差不多是接近五点多钟去的 去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车 没有什么人了 那我去了以后呢 我就问说我是不是现在可以打疫苗 然后他问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ID 我就给他看 我有佛州的ID 所以我有美国的ID 我给他看了 看了以后他说你是打第一针还是打第二针 我说我是打第一针 那他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没有第一针了 我们今天目前所有留的剂量都是可以打第二针的 他说你明天可以来打第一针 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来 他说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打 我说人们都几点来排队 那么他说你可以六点钟左右来排队 所以我就第二天定了闹钟 我想既然去我就早一点去 反正我最近那个时候都是起得很早 我大概四点多钟起床 然后给自己弄点吃的弄点喝的 然后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 我就下楼开车 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就开到了学校这边 把车停到停车场 然后我发现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在这边排队了 我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六点了 其实五点多快六点 然后实际的疫苗的这个开始打的时间 比他预定的七点钟还要早一点 排队的时候呢就有工作人员过来登记 登记你的ID的情况 登记好了之后 大家就排队阻止往里面走 应该讲整个过程还比较迅速还比较快 进到了打疫苗的 它是一个停车场里面搭了很大的帐篷 都是白色的帐篷 进到帐篷里面以后 我才发现 哇原来所有负责打疫苗和负责组织的 全部都是军人 所以看到的全是穿迷彩装的部队的军衣在这边 进去以后呢 每个人想喝水的还给发一瓶水 很快进去以后 登记信息 又第二步的登记信息 收到确认短信 然后就安排到第二个帐篷里面 坐下来开始打疫苗 我对于打针一向还有一点紧张 所以我当时就把头扭过去没有敢看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 我竟然毫无感觉 然后他就给我贴上了创可贴 告诉我打完了 我当时还在想 难道是疫苗不够用 把我这一针省了 带着怀疑我就 随着人问我就出去了 就打完疫苗以后 来到了第三个帐篷 这里面摆了很多椅子 大家按顺序坐下来 要在这边观察15分钟 观察15分钟之后 有人逐个来问说 有没有什么不良的感觉 问完问题 扫一个挑心码 你就可以离开了 我的第一针是在 3月30号打的 当时就已经预约好了说 你要在4月20号回来打第二针 那么打完疫苗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就有一张这个 COVID-19 vaccination record card 就一张疫苗的卡给你 那么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我打完第二针以后 又贴了一个新的sticker在这边 证明你打过两针 那么我打的是 Pfizer的疫苗 打完第一针的当天 我问我朋友 我说为什么打针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甚至没有感到疼 他说如果他给你打了的话 你大概在当天的晚上 或者第二天 你会觉得胳膊的酸痛 所以晚上睡一觉以后 我第二天起来 我确实觉得 打针的右手臂 确实有一点痛 有一点酸痛 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然后我当天还去打了高尔夫球 都说第二针的反应会强烈一点 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 我打完第二针 我既没有发烧 也没有头晕 依然就是打针的那条胳膊 有一点点痛 另外感觉有点疲劳 仅此而已 所以我觉得其实副作用 还是非常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美国 我们朋友之间聊天 我发现竟然 还有一条这个疫苗比试链 大家坐下来会说 你打疫苗了吗 我打了 你打的什么 我打的辉瑞 不错 然后说你打的什么 我打的强生 Johnson Johnson的 然后有人就会说 哎呀 这个怎么样 还好吧 就报以非常同情的口吻 然后如果有人说 他打的是阿斯利康的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急哀顺变吧 就是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好像一直觉得说 辉瑞应该是这个最好的疫苗 其次是莫德纳 然后是Johnson Johnson 最后是阿斯利康 阿斯利康这个疫苗 反反复复到现在 政府一开始说可以打 后来说不能打 后来又说又可以打 包括加拿大的总理 都是带头打阿斯利康的 当然是现场直播的 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很安全 但是民众好像心里边 还是比较存疑 所以在多伦多 我的多数朋友 大家打的还都是辉瑞的疫苗 那么美国这个世界的领头羊 在疫苗方面也是走在了前面 从这次疫苗的情况来看 美国也并不像 他所一直标榜的这样 站在道德的高地 这件事情应该讲 他还是做了叫做 American first 美国人优先的决定 因为美国他们本身囤积了 非常大量的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 所以在美国疫苗供应量充足 很快就没有任何限制 人人都可以开放的来打了 而加拿大面临着疫苗供应量不足 吃美国剩饭的局面 而且美国把大量的 大概之前是应该有 具体的数字我不讲过 应该在两万剂以上的 美国囤积而自己不想用的 强生的疫苗都送给了加拿大 看起来还比较大方 但实际上是他自己 并不需要的一些疫苗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截止到今天的话呢 已经有45%的美国人 至少打了一针的疫苗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完全打好了疫苗 Fully vaccinated 加拿大是什么情况呢 加拿大呢 是有33%的加拿大人 打了疫苗 与美国相差不远 对不对 但是完全打过两 打好两针的疫苗在加拿大 目前只占2.68% 所以加拿大呢 在这一次的疫苗政策当中呢 它采取了一个 延长第二剂注射的 这么一个策略 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打上第一针的疫苗 借此来控制住疫情 所以在加拿大呢 如果你在4月份 打第一针的疫苗呢 很有可能你是在8月份 才能打上第二针的疫苗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图表 回头我会发在视频里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大概在美国呢 4月15号是一个分水岭 在4月15号以前 大家积极地打疫苗 每100个人打疫苗的人数呢 每100人中 去打疫苗的人数 会不断地上涨 到了4月15号以后 美国人发现 疫苗共用充足 大家不用抢了 反而不着急了 于是每100人中呢 每天来打疫苗的人数呢 是一个不断下降的一个趋势 而加拿大时止到今天呢 因为疫苗共用量不足 大家还是处于一个排队 争抢的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每100人打疫苗的这个数量 还是一个在不断上升的 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这是我们发现在 每家试打疫苗方面 一个不同的情况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转发 下期视频 老树将会回到美加边境 讲述他从陆路徒步翻栏杆 从美国入境加拿大的故事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